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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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就是一个拍出那种紧身的感觉就像那一个我这样就是一种就拍照经常很多人喜欢哪一个炫哎紧身效果对就是一种就是说白就是啊这个很清晰这个很虚啊今天教你们去就是手动做是这个效果啊不用相继去拍那那首先这样子这个东西的话他要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 距离感一个东西那比如说像这张你近你看到有水龙头远能看到一个背景对吧呃然后呢或者就说只要是有两个像这种白底的那肯定也行但是不是很明显那还是要那个我还是不说那么多啊我再做一遍给你们看你们可能就懂了那我选我随便选吧因为 因为这个其实就很简单的这说实话呃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你们来说非常适用啊刚刚到水龙头就刚刚那张刚那张好像不要 或者这张吧啊这张还是不要为什么有水有水比较麻烦呃而且呃怎么样镜子的东西缠出这个效果动态就是说显示动态像呃有水这种动态类的不太好出效果还是还是照这张吧那个pinscreen 还是一样然后拖进来对吧 然后还是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效果你们用应该是对只要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地方然后看到另外一个面然后就ok这样子一张图啊但凡就我说那么多你们也不太懂对吧呃这样子 好那刚好有一个方法那一个小几下对我再在这里做吧你们不介意吧啊直接因为这张就是一个我的我还省事啊 no对这样子吧然后我把这两个先给关掉然后我照着我用这个底来做啊那首先这样子呃我需要先把这个给抠下来啊 好一样这个地方我快进啊你们对多连点抠图 好那个已经搞定了然后我也复制一个出来的然后样这样子那这个背景你们也看到好那 那这时候我挪一遍哎你们看到对反正就是复制一个出来的那复制一个出来的时候首先拿这样子我们还是要留个底啊那我们先把背景关掉吧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看吧那比较简单的其实通常要距离比较长的东西就是说4G比较长的东西才比较好做那不然的话整靠前后背景这样子取出这个效果那有一种第一种比较简单的是怎么样那首先你看到我刚复制这个我把本来这个底给隐藏掉那你现在看到一层吗对吧 然后我再不自己乘出来第二层这样子高斯模糊也可能聪明的人我觉得应该就能懂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啊可能就啊模糊度你可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啊你自己看然后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吧就这样点一下那个一 然后对吧比如说这里我们把龙图有刷掉吧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刷掉清晰一点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中间这里我去留着哎你看能懂吗就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们这样子把透明度调到50%哎你看到呃50可能没那么清楚但是你会发现对这边就开始虚了能懂吧那如果像水龙图这么窄的东西都能出一点点这个效果那如果我现在这样子那本来图是这样的吧然后 我一样呃我背面的这个图对吧我就呃这样子我也复制一个出来那放上去把这两个我留底的我先把它藏起来再下来我选选中那个水龙图啊为什么我要把那个呃背景图的那个水龙图给抠先把它删掉 这样子你也看到这里空掉了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到时候高斯模糊的时候不就虚了吗对吧轮动我这个意思吧好那这时候 这个景深效果我们去怎么去判断怎么样去景色很简单首先我们把它分成背景还有前面近大元小吗对吧那背景一个然后那个熊头一个那我们刚刚那样子说水龙图那种要不要再做一遍看情况那比如说现在我我们现在虚一下对吧那下虚 对好像对这样子虚再虚一点那这个我奇怪是对景深也要这样子景深也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 对一个这样的虚化啊那可能像这么虚然后怎么样呢我把一半给我直接把圈圈拉大一点对直接这样子一半然后再把它弄一下把那个对把那个一中间的我可能再多刷一点好像 水龙图可能还是还真的在做一遍那没关系我们再来一遍 就不要麻烦吧但是费工的东西它总是好的嘛费工有时候费工才能觉得说啊很用心嘛是吧呃很常见的一个概念当然有时候费工得看情况啊人不要无止境费工麻烦那像这样子你会觉得你看这边很清晰这边很明很模糊那一个景深效果就这样子出来了像说我这样图有什么问题啊 重点在这个把手那么变成而不是在这个整个龙头上面那这样处理图片那是错误的那这样像叫叫什么刚刚那种就是说那种图片的美感判断这个大家买出去看我只教你们技巧啊 只是说我印哪一个东西来做一个呃这表达的能懂吧那这四个东西那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我们要做那个景深效果那怎么分成你看到刚刚花的那些也是反正就是说啊你看到其实都这样子你看都是这样子 其实很简单这样子即使你拍不出来你也能皮摔就很多照片啊你说我拍照我没关系PS好一样可以照片照片吗骗了那个片啊对好那今天的这个就到这里啊然后那个PS视频会等你们的一个反馈你们想看什么样的那我再做暂时的话不会再更新啊对因为大部分是我做视频希望帮助你们入门对啊对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